银耳 厨房里常见的一种食用菌 它最为家常的做法是包成银耳羹 然而在盛产银耳的八中市通江县 这里的人们却能解锁出银耳的花样做法 可荤可素 甚至还能做成主食 听说最了解银耳的是当地的一群银耳姑娘 要想知道银耳在哪里生长 又如何采摘 就先要找到他们 奶奶们 您知道这个银耳姑娘在哪吗 我们就是银耳姑娘 您几位就是银耳姑娘 对 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找的是银耳姑娘 不是银耳奶奶 我们实际是在采银耳 也在无银耳 那可太有经验了 能不能请您几位带着我到山上去采银耳呢 来 对 太好了 走吧 虽说奶奶们这么自信地称自己为银耳姑娘 未到调查员还是将信将疑 听说他们正要上山采银耳 索性跟着他们去看看 奶奶 前面这个白白的长在这枯树干上的就是银耳吗 这就是银耳 这么多 在野外比较常见的一般都是潮湿树干上长出的黑木耳 这洁白的银耳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过去就是把那个青干树弄刀 弄万刀 砍成这样就全部排气 排气自己 砍成这么一段段的 咱们不用撒什么种子什么 不用不用 只有那个青干树干头才能长 只有这种树 原来在通江流行一句话 天生雾 雾生路 路生儿 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青钢木在合适的自然条件下 生发了银耳菌种 继而生出一朵朵色泽洁白 味道鲜美的银耳 这个采银耳 怎么才能把它完整的一大朵采下来呢 你要把它一哈带着去 一哈带着 干脆 一下给它掰下来 轻轻一揪就下来了 我这是不是给采坏了呢 没关系 那这种绑给人家 你就继继它就要长 这个好大哟 这三位奶奶 从十几岁就开始上山采摘银耳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银耳姑娘 美味银耳姑娘 就是一本行走的银耳百科全书 感谢您的邃嫉嬠 很高兴 感谢您的观看